重啟調查 儘管人數不多 但抗議民眾專程從屏東路過彰化 湧進魏家表達不滿 而陳美棠似乎早知道 貼出公告 整修內部豐源一州必封頭 判決一出最受打擊的 恐怕是彰化遞檢 我們在法律上 還是會盡量在二審的時候 盡量提出更詳盡的說明 來說服法院 最快下週提出上訴 期盼二審逆轉勝 雖然一審全盤皆輸 但彰化遞檢不是省油的燈 假日發新聞稿 強調不是證據蒐集不夠齊全 而是法院判斷問題 法官認定不代表就是正確 因為關鍵就在於 法官取信辯方所提的科學萬能論 也就是經驗後的有品能夠使用 並非檢方所提的有品來源單純論 另外明明檢方已經到越南 取得通關檢驗報告 喊人頭假發票 但何一廷卻認定 監方舉證不足 難不成要舉證到 由來自哪條豬才算有罪 地院保守罵名 幾乎同一時間也發出新聞稿反擊 難道被告被檢察官起訴 就難逃判決命運 如此一來才是司法已死 是不是真的是從活體的豬肉來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要求一般人 甚至於檢察官 甚至於越南那邊的單位 我想這個都沒有辦法去完成 地檢槓上地院 假日投發新聞稿 隔案互嗆 除了案情之外 更延燒出濃濃火藥味 記者連家慶 SBC小組 彰化報導 照片 照片